本章主要讲解的是 企划案不是一种经验的产物 为什么 因为你只要是一个经验产物 基本上就是个计划 但是它要有经验的base 所以有经验的base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当你有一个经验 你可以去参考 可以去做一个基本型的学习跟解释基础 那这一个过去的经验 大体上表现就是在文书 那如果它不是表现在文书 基本上对其他人是没有参考价值 所以说 那我们再提一个企划案 它基本上它是什么东西 它应该是一种过去经验 跟现在问题 或者未来机会的结合 那大多数人的问题出在哪里 大多数人的问题是 第一个看不到机会 也就是看不到未来的机会 做什么事情 就是遇到什么事情 做什么反应 靠习惯在做事 那第二个部分可能看不到问题 看不到问题 可能他觉得自己没有问题 他可能自己的未来没有问题 等到真正问题发生的时候 他还不知道自己有问题 第三个部分的时候 他是看不到现状 看不到现状的意思是说 他没有曾经去假设去衡量 说自己的现状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常说 企划案其实是一种世间准备的沙盘性推演 阶段性沙盘推演 那它一定要有行业的专业知识做后盾 所以说我举这样一个例子 假设比例来讲 如果每个人可以意会到 不管你是你是我 如果说我们今天换个例子 如果你现在是失业去想失业事 那当然就很简单 因为这是你不得不想的事情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是有工作 而且感觉上前面的话一片辉煌腾达 然后你就想到说 你可能会失业 这种情况的时候 那就叫什么缘律 所以我们常说 如果一个人 他当初的时候在20岁的时候 我们就开给他一个题目叫做 你要试着去意料 未来的45岁的时候 你需要网络创业 那你这一生要学会什么东西 那我想任何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 在这一个议题的激励之下 又或者说他父亲真的有这样的中途失业的 然后导致潦倒 那可能沉浸在酒精 whatever 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相信这个年轻人一定会很积极 他一定不会去浪费虚值自己的时间 而且这种东西的话 是本身是应该是没有什么 所谓的标准答案 也就是说对每一个个人来讲的话 是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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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也就是说对他来讲 他是一种重注数 也就是说他必要去规划说 未来这个部分 他到底学到什么东西 跟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那以这一个东西 透过不断修正的情况去假设 而且让自己万一真的他在45岁的时候 他去要网络创业的时候 他也不会有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讲了一个企划案 他不是一个经验产物 他是一个可以copy可以学习的 既然可以copy可以学习 其实格式就是最好的学习 也就是说假设别人 你今天要学行销企划 你就业界找一份人家 人家实际上对上面承报的行销企划 然后再透过企划手法的了解 然后去解析 去让自己去学习这样的行销企划 然后从这个写 逼自己写的过程当中 你就可以发现自己的不足 可能你会发现说 我举一个个人的例子 在19、15、16年前 我在写OGSN的时候 第一个部分 我也曾经问过说 以我公司一个乡里的地位 我的目的是什么 那当然我目的不肯贫困而来 我目的一定是总经理那边的目的 也就是总经理他希望业绩 从假设别人来讲 他从8亿要做到20亿 那在这样20亿的基础之下的话 我身为一个一级主管 我资讯部门 他怎么就跟他配合 对不对 那其实大多数身为资讯主管 都没想过这个问题 可是当我去想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是不是要去定立我的目的 然后接着我就要定我的数值目标 那你想想看 一个wown8亿的系统 跟wown20亿的系统 跟结账周期 跟假设别来讲 假设业务部 他有什么要求 假设我现在要举个例子 行销部他现在要做到 说他要做预测 那要用资讯系统去做预测 不管这个到时候 这个资料是外包到哪里 或者在电脑程式里面产生 那是不是我就要去做两件事 要么不是外包去找外包商 要么就让我自己的team里面 具有这样的能力 那我请问你 如果你语言 根本没有这种预测能力 你写得出来吗 根本写不出来 基本上写不出来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你要想象去改变你的系统 这个就是你的你的一个计划 那透过在写的过程 我在跟我自我不断沟通的过程当中 我开始去了解说 以我现在的能力到达什么地步 那我以后要做到什么情况的时候 我需要再学会什么东西 那我那时候可能在想说 除了我自己学会啊 是不是我底下的重要部署 他们也要学会某些技能 为什么 因为一个技能 假设要学两年 十个技能就要学二十年 不可能这二十年的技能都我自己个人来学 一定要把它分摊下去嘛 要么不是授权下去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 我在写这个OGISM的时候 其实我个人就第一次就了解说 哦原来我以后要怎么走 未来三年后我要怎么走 五年后要怎么走 那我会面临到什么样的问题 那也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写 这个报表的机会的时候 才让我真正一次登大人 也就是说我开始具备一个 以一个二三十岁的人 去具备五十岁的观点 我会去认为说 其实我人生各条件都是可以计划的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 我是玩笑力的共同作者 谢谢 大家φ u Srg CONF-000 。 Puis at lwgm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gek 赞 订阅 转、 כver kawork at lwg 、